- 珍贵老照片,1900年的囚犯,被五花大榜跪在锁楼上,他的左后方已经有人晕倒在地,经常酷刑很多,有的是大清律力规定的,有的是地方官机闯的, 足以把犯人折磨得死去过来,看到这些囚犯的惨量,真心让人不寒而醋。 珍贵老照片,1942年关达尔卡纳尔岛,以日文兵正向美国海军陆战队投掷手榴弹,看上去这位日本鬼子吃奶的镜都用上了。 珍贵老照片,图中是长半号,毕命的日军士兵脸上有躺着鲜血,看来,他是被子弹一击毕命的。 有照片可以清楚看出日军装备十分精良,但因我们的军队掌握地形地势,可以因时因地取得局部的优势,因此整个战争期间,作单的日军,往往面临被殲滅的危险。 有人说这是我们军队的士兵,因为头盔向得势,但其实,日军也有大量的头盔向眼翘起。 看茂灰的五角星,确认这就是日军士兵。 珍贵老照片,图中是老人和跟他一起杀死日军士兵的三名乡亲,为日军及处决。 老人他们的罪证,是斩杀了一名侵略中国的日军兵。 老人以及曾跟随他杀死日军兵的三名乡亲,一同含笑复死。 老人的罪证,帅三名乡亲将一名走散的皇军士兵抓住,将其砍头,并用布包裹扔在水沟里。 老人的罪证,并用布包裹扔在水沟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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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人的罪证,并用布巢证,并用布包裹扔在水沟里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